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一下帕金森病的相关知识 今天我们首先讲述的是帕金森病的病理改变 Pathology 帕金森病的病理改变 第一个是黑质致密部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缺失 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图 上面这个是一个正常脑内的一个黑质部位 而下面是帕金森病患者的一个黑质 这两个图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可以看到正常脑内的黑质 可以发现这个地方的是明显的是黑的 黑质为什么叫做黑质呢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黑素细胞密集的 在解剖上肉眼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比较黑 所以取名是一个黑质 这是正常脑子的 底下是帕金森病患者的 可以发现黑质这个地方的黑素细胞明显的减少 肉眼可以看到这个黑颜色明显的是变淡了 而这个是一个显微镜下的一个改变 我们可以发现在正常脑子里面的黑素细胞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大家可以看见 而帕金森病的患者呢 黑质致密部的这个黑素细胞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他帕金森病的第一个病理改变就是黑质致密部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变性缺失 当多巴胺能神经元丢失50%以上的时候才出现了帕金森病的症状 当症状明显是神经元丢失的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残留的神经元变性 黑色素减少 这是帕金森病的第一个病理改变 第二个病理改变呢 就是出现了路易体 路易体它出现的部位 是在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胞浆内 它是一个胞浆内的氏酸性胞含体 路易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蛋白质成分 最重要的一个蛋白质成分 就是α突出核蛋白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αC牛克林基因所编码的那种蛋白质 综上 它的病理改变主要有两点 第一个是黑质蓝斑合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大量丧失 第二个就是路易体的形成 下面我们讲一下病理生理 在帕金森病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黑质蚊状体多巴胺能系统功能严重紊乱 多巴胺含量显著减少 而且多巴胺减少的程度 与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是成正比的 对于生化病理的这个发现过程 我们大概有一个回顾 1958年 瑞典的一个科学家叫做Karlson 他确定了兔子脑子里面是含有多巴胺的 而且这种多巴胺地质主要存在于蚊状体重 59年 他的学生进一步发现在狗的脑子中也含有多巴胺的 所以他们就提出了一个科学假设 就是多巴胺是脑内重要的神经地质 主要存在于蚊状体重 可能参与运动功能的调节 在1960年 一个奥地利的科学家 在六例帕金森病的患者的脑标本中 发现了蚊状体多巴胺含量的减少 现在由动物到了人了 一年之后 这个奥地利的科学家 说服了一个临床神经病学家 也就是贝克梅尔 给帕金森病的患者 静脉应用了左旋多巴胺 发现在一例患者身上 出现了一个惊人的效果 所以他们就认为 左旋多巴治疗帕金森是很有效的 此后 关于左旋多巴治疗帕金森病的效果 争议非常非常的大 一直到了1967年 美国的一个临床医师 报道 持续口服左旋多巴以后 帕金森病治疗效果更好 两年之后 左旋多巴的腐方治疾 问世了 主要就是左旋多巴加变丝井 或者是左旋多巴加卡比多巴 也就是左旋多巴加了 外周的多巴脱缩酶胃移植剂 在1971年 这个药的疗效得到了亚的一个证实 这是它整个生化病理的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中脑 这个是帕金森病的患者的一个中脑 在中脑部位的 黑质之密部的多巴胺能神经元 从血流摄取的一个氨基酸 叫做乐氨酸 乐氨酸在脑内 乐氨酸腔化酶的作用下 生成了左旋多巴 而在多巴脱缩酶的作用下 生成了多巴胺 生成的这个多巴胺 通过黑质蚊状体数 作用到了咳核和伪状核细胞 脑内的黑质蚊状体通路 是最重要的多巴胺地质一个通路 生成的这个多巴胺 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黑质蚊状体 多巴胺能神经通路 这个是个黑质 通过黑质蚊状体数 多巴胺作用伪状和咳核 生成的多巴胺 最后被单胺氧化酶 和R茶粉 氧胃甲肌转移酶 分解成了高香草酸 这是它的整个一个生化代谢的一个过程 在脑内 多巴胺是一种神经地质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神经地质 叫做乙仙胆碱 这两种神经地质 是蚊状体内最重要的两种神经地质 两个的功能是互相结抗的 对于运动系统而言 多巴胺是兴奋性地质 而乙仙胆碱是抑制性地质 在正常人体中 多巴胺和乙仙胆碱 它是处于一个平衡状态 而在帕金森病的患者中 多巴胺和乙仙胆碱 这个平衡状态失衡了 多巴胺相对较少 而乙仙胆碱相对较多 从而产生了帕金森病的临床症状 关于脑内多巴胺这个神经地质的 这个发现史 获得了诺贝尔奖 瑞典的卡尔森 因为发现了多巴胺信号转导功能 以及它在控制运动中的作用 成为2000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的 三个得主之一 他的研究 使人们认识到了 大脑特定不为多巴胺缺乏 可以导致帕金森病 并推动了该病治疗药物的研制 这个就是卡尔森 非常伟大的一个科学家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再见